各位朋友大家好 前些天北京大量驱逐所谓低端人口的事件 引起了人们广泛的关注 人们感到非常的震惊 北京警察怎么会用对待敌人那样的暴力手段 驱赶自己的老百姓呢 即使你是所谓的低端人口 也应该给一点起码的人道主义关怀吧 在那么样的大冬天里头 不少那些被驱赶出来的低端人口 他们找不到地方住 只好露宿在街头 这些事情都让很多人家都看不下去 甚至连中央电视台都委婉的批评北京警察 这次驱赶低端人口的行动 好像不够温柔 建议他们给一点温柔 这次北京警察驱赶低端人口的事件 已经对中国政府造成一个很大的负面影响 不但遭到了国内外对人权关注的人的谴责 而且呢也在国内引起了一般老百姓很大的批评 他们觉得北京警察这么干太过分了 所以呢可以说引起了广泛的名分 据说啊已经有数百名知识分子联名写信 致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国务院全国政协 要求啊中国政府坚决制止和纠正这样的严重践踏人权的恶性事件 那么现在呢北京警察呢已经停止了这样的暴力驱赶低端人口的事情 似乎啊他们也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了 不能再这么继续干下去了 很明显这次啊北京警察是捅楼子了 所以说呢接下来的问题就是 对于这次广泛遭到批评的这么一个严重事件 谁是这件事的责任者呢 对于这样的暴行事件一般啊会有两种解释 第一种呢他说啊这个是执行者的过错 就是北京警察啊他是这件事情的执行者了 他们在执行命令的过程中干得太过火了 干得太狠了 如果是这样呢这个责任呢就仅仅是那个基层警察的责任 跟上层的领导啊就没什么关系了 第二种解释呢就是这个一切啊都是直接来自北京的上级领导了 所以说北京警察的暴力行为 他只是执行北京上级领导的指示而已 如果说北京警察有错 那么也是上级领导的过错 因此 这次北京这个警察驱赶低端人口的问题 那是北京基层警察的问题呢 还是属于北京上纯领导的问题呢 11月27日北京日报啊就刊登了北京市委书记蔡奇的谈话 蔡奇就指出啊北京要搞清理活动 必须要有序的进行 要给予人道主义的关怀 蔡奇这么说啊 他明显是想推卸责任 他就是暗示啊这些暴行啊不是我的指示 这是北京警察没有把握好分寸 他们擅自使用了暴力 因此啊蔡奇就是想通过这个事情说明 这次暴力驱赶民众事件跟他这个市委书记没有关系 那么这件事情真的和蔡奇是没有关系吗 马上现在新的证据出来了 就在这两天啊 网上就惊人的传出来一个蔡奇的内部讲话 虽然我们不知道蔡奇这次讲话具体是在什么时候讲的 但是他在讲话中啊提到了北京的大新区的那个大火灾 显然啊他是在火灾发生之后的讲话 蔡奇在讲话中啊 讲话的语气可以说是气势汹汹 甚至还杀气腾腾提出什么要刺刀剑红 我们看了蔡奇这个内部讲话之后啊 人们都会认为这次北京暴力驱赶民众的事件 他就是蔡奇的命令 不仅如此啊 网上还流传出啊 北京市丰台区委书记王先勇的一个内部讲话 王先勇他在讲话中啊 他更是公开的露骨的说 就是要来硬的要出狠招 而且啊 王先勇他还鼓励那些具体执行的基层干部 他就说啊 你们不要怕北京市政府是你们的坚强后盾 王先勇的内部讲话就更加证实了 北京市委书记蔡奇就是这件事情的责任者 那么这次曝光出来的蔡奇的内部讲话 可以明确的我们看出蔡奇这个人啊 可以说他是一个酷吏 就是干起事情来心狠手辣 不计后果啊 用这样的酷吏来治国的话 那显然会引发各种灾难性的后果 蔡奇这样的人以为啊 他把这个低端人口赶出北京 就万事大吉了 蔡奇就没有想到过 这些人你赶出了北京 他们到哪里去生活呢 他们的饭碗怎么办呢 他们跑到其他地方去 你不是给其他地方添乱吗 而且呢这些失去生计 生活没有着到的人 他不管跑到哪里去 他一定会成为中国稳定的最大隐患了 所以说蔡奇他不是帮习近平维稳 而是给习近平添乱了 蔡奇他要想推卸责任 那也推卸不掉了 不过呢非常奇葩的事情是 蔡奇这次的内部讲话 和汪先勇的内部讲话 他都是被人偷拍的录像 我们看一下网上传出来的这些录像的片段 从录像的这个画面 他的录像距离和这个拍摄的角度 我们来看 这是在一个很近的距离 而是一个从下至上的这么一个角度来拍的 蔡奇他做一个内部讲话的时候 肯定是不允许别人来拍录像的 更不允许别人在这么近的距离给他拍录像 不仅如此 北京市丰台区域书记汪先勇 他的内部讲话的录像 我们从录像的这个距离和拍摄角度来看 同样也是在非常近的距离 用一个自下而上的偷拍的方式来偷拍的 或许有人认为这些录像是通过那个长焦距镜头 从远处拍的 如果真的是通过那个长焦距镜头从远处拍摄的 那么这个拍摄的角度必然是一个自上而下的角度 它不可能是一个自下而上的角度 我们这里就对比一下 用远距离的长焦距镜头拍的一个自上而下的角度的录像 和一个近距离自下而上拍摄的一个偷拍的录像 它们两个拍摄的角度可以看出来是明显的不同 这是很容易区分的 进一步我们在这里就做一个偷拍录像的摄影图 这个偷拍的装置应该它就藏在那个讲台的前方 所以它可以形成一个自下而上的一个拍摄角度 而且它拍摄的距离非常近 它录音的声音也非常清楚 而又不至于被讲话人发现 那么蔡奇和汪先勇 它这个内部讲话被偷拍 这个下一个问题就来了 那是谁搞的偷拍呢 很显然这个偷拍的人在做早有准备 他们事先就在讲台上 就偷偷就暗藏了 这个偷录用的这个叫做间谍录像机了 然后他们通过这个无线什么的方式 来启动这个录像机 对蔡奇和汪先勇 他的讲话进行偷录 用窃听或者偷拍录像的手段 搞对方的黑材料 这在中共内部可以说由来已久的事情了 最早大家知道的事情 那是1960年 当时刘少奇就在毛泽东的专列上 就安装了窃听器 那么比较最近的事情 大家都知道就是原国家安全部署部长 马健被抓 他其中一条罪名就是涉嫌对中共高层领导人进行偷拍和窃听 所以说中共内部不同派系 他们用偷拍和窃听的方式来相互整对方的黑材料 这个并不是什么新闻了 不过呢 这次让人感到震惊的是这样偷拍出来的东西居然被公开传到网上来了 这可以说应该是第一次 在过去啊 中共内部的那些不同派系啊 他们相互偷拍对方的黑材料 他也只是在党内很高的一个阶层 他把它公开出来 还不至于公开到网站上来 因为这些都是中共的所谓家丑啊 家丑不外扬嘛 就是中共党员啊 过去他这一点就是底线的觉悟还是有的 尽管我们来搞内斗 但是还不至于内斗到家丑外扬的地步 可是现在不一样了 蔡奇和汪先勇的内部讲话 他不仅被偷拍 而且他还被公开到网站上来 这就说明中共的内部啊 已经他就不再局限于他党内了 他已经开始 就是他们的派系之间的斗争 要利用民间的力量 用民间的舆论 作为他们派系斗争的武器了 直接曝光蔡奇和汪先勇内部讲话的人 他的目的是什么呢 他就是要追究蔡奇的责任 他就是要阻止蔡奇 试图把这个责任推到下面的那个企图了 那些要追求蔡奇责任的人 那显然是习近平的反对派 因为大家都知道 蔡奇是习近平用火箭速度提拔上来的干部 如果蔡奇犯了错误 不仅让习近平丢脸 他也让习近平的威信受到打击 因此这一次曝光出来的蔡奇的内部讲话的录像 表面上这是棒子是打在蔡奇的身上 他实际的用意还是剑指蔡奇背后的习近平 他应该是反习近平派系的又一次行动了 前两天香港的南华早报又报道了王岐山出席政治局常委会议的事情 关于这件事情我们在这里也说一说 香港英文报纸南华早报 12月1日刊登了一条惊人的消息 据他说根据几名所谓消息人士的来源 王岐山虽然已经退休 但他仍然有特权出席了中共最高级别的政治局常委会 而且南华早报还说王岐山将在明年出任中国的国家副主席 看到这样的消息 有一些政治常识的人就会知道 中共其实他经常召开所谓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 这就是在遇到一些重大的问题的时候 那么中共他就会请一些政治局常委之外的人也来列席参加这个常委会 大家一起来出主意想办法 这个传统从毛泽东时代就开始了 那些参加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的人 有的是有关单位的直接负责人 有的是退休的元老 参加这样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并不能显示这个人特别有权力或者说特别有实力 因为这些列席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的人 他们只能提自己的看法提一点意见 他没有表决权和投票权 所以南华早报这篇文章的作者也承认 因为王岐山很可能没有投票权 他是以元老或者顾问的身份在会上发言 王岐山既然没有投票权 那也就谈不上什么特权了 南华早报发表的这个未经证实的关于王岐山的消息 其实是不太经历推敲的 但是南华早报发表这样的消息可以说是别有用意 就在第二天也就是12月2日 南华早报又接着发表文章 他说王岐山是习近平的左膀右臂 王岐山虽然退休了 但仍有强大的政治影响力 南华早报啊 他是被著名富商马云收购的 是属于马云独资的一份报纸 这次南华早报高调报道王岐山的消息 值得我们注意 因为马云他是一个绝顶聪明的人 马云的报纸 他登载这样可以造成政治影响力的新闻啊 他绝对不会是为了单纯吸引读者的眼球啊 他应该是有政治上的企图 有政治上的目的 那么早在今年7月 马云的南华早报 他刊登过关于栗战书的女儿 在香港的经济腐败嫌疑的问题 这个呢就是在意在啊阻止 栗战书啊进入政治局常委 更进一步啊 他是要试图给习近平制造麻烦 跟习近平过不去 所以说呢 马云和他的南华早报肯定不是习近平的朋友 虽然他还说不上是习近平的敌人 但至少他是要给习近平制造麻烦的人 这次呢 马云的南华早报连续高调报道王岐山的消息 也可以看成是他在给习近平制造麻烦 因为站在习近平的角度 他希望王岐山完全退休 不希望王岐山再出来干预政治了 那么习近平如果是真要王岐山出来参加政治局常委会 那是为什么呢 难道说习近平离开了王岐山 政治局常委会他就开不下去了吗 所以呢这样的报道啊明显有拔高王岐山贬低习近平的感觉 那么南华早报他说的王岐山仍有强大的政治影响力啊 明年将出任国家副主席啊 这些消息啊都是无法证实的消息 但是说呢南华早报发表这样未经证实的消息啊 他绝对不是要给习近平捧场 而是想要给习近平制造一些麻烦的 在十九大以后反习近平派系的行动啊 就一直没有停止过 不久前香港的苹果日报就曝光了习近平家族 栗战术家族汪洋家族的经济问题 这就是一个反习近平派系活动的最明显的例子 这一次他们就偷拍了习近平的亲信蔡奇的内部讲话 把他放到网上来 这就是向蔡奇发难 他也是向习近平发起的一个新的进攻了 好今天先说到这里 再次感谢各位朋友观看我们的频道 谢谢大家